这个弱势会持续 还有投资者资金怎样拍好呢? 真的cash is king 还是怎样呢? 当然如果短期来计算 能够可能拿回多一点点钱 即现金我觉得这个策略仍是可以的 适当地不要太重货 或者这么说最想入场 因为其实真的严格来说 现在整个港股或者整个股市 比较难找到一些好因素 你虽然只可以说跌了很多 股值很便宜 这些大家知道 但是现在真的没有一些好因素 是谷起来的 它可以平均 但这些位置和都可以 即使不要说是否太大跌 可能继续和都还可以 所以变上你都未找到一些好的因素 但是就毋毋然因为跌得多 而进了场 除非你是很短线 譬如今天你可能隔一转反弹 这样算 但如果不是 可能达完那一天 达完那半天 可能翌日回来又跌过 其实过去这几个礼拜都是这样 所以 下次跌就多多 反弹了一点 所以就令到部署是困难的 或者是难看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 刚才也提到就是 尽量真的持有多少现金会好 我觉得 正如之前也说要等 我想很多的因素 希望或者等 可能真的在第二季过后 去到年中的时间 能够是好一点 那到时对市场才会有一个改善 因为其实你现在真的数下去 基本上数到的都是差的了 美股波动 波动一来就跌了 二来美金很强了 三厘又怕加息 这个步伐可能又比较再大 再成了 而内地亦是说疫情 人民币又弱了 港匯又弱了 就是我都数不到一些好东西 数不完 对了 全部都是比较差的东西 唯一好就是你可以说过去几天 叫做北水肯入客 但是北水肯入 虽然这个都是叫好的 比他都要走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 他发挥不了那个什么功能 甚至乎北水都是钱而已 他又不会说不用输的 可能他现在进去都是 和北水转身转头又走 没错 一来可能转身很快 二来可能他们只能慢慢买 我想这种东西没得捉 只可以说他进来要好一点 比起他要走的话 但是就不可以只凭他进来 就觉得港股是很有很大的上网空间 因为突然数了七八个差异 只有一个好东西 除非你那七八个差异 慢慢有些改变或者改善 可能那个时候才是好一点 所以我想暂时的看法都是不审慎 还有你看到过去整个走势都是 虽然在4月、5月初曾经试过反弹 但是亦都是弹到日天线 其实那天都说过 如果真的突破不了 或者不审慎天线 很难说是个势转了 而的确之后就扯回来 现在更加 当然比自己想中可能还要弱一点 连十天线都继续回不了上去 但是当然短线的看法 比如好像今天 或者是未来的这两天 可能有一些短期技术反弹 纯粹技术反弹而已 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过去这几天的低位 最低是19,12亿左右 比起4月底19,67亿的位是低了的 但是如果你看9天RSI 其实这几天就没有低过上一次的 因为这几天都仍在30边楼上 但是上一次4月底其实下过30楼下 有少少轻微的背驰 所以可能有一些技术反弹 但是反弹完之后 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些因素没有改变的话 其实又是会下来的 所以这个刚才提到就是 如果真的要参与 一定要转身够快 所以如果现在第一站反弹目标 就是真的看着10天线 2022亿2023边这些位置 但是要大升 我觉得真的要时间再等一等 才看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有没有扭转 如果是的 可能到下半年才跟之前一样 维持就可能乐观一点 你怎么看 如果我想判断港股何时转世 现在最关键是看哪样 我觉得当然最关键是资金面 这个很直接的 因为其实你近期 除了刚才说的基本因素是差之外 你会看到港股其实交头都是弱的 就是1000亿左右 我觉得如果你说要个市场上去 到时要配合增加成交 可以吗 这个其实都很关乎港会 或者人民币这些因素 如果这几样东西能够同步 是更好一点的 我觉得到时才对港股动力上 会大一点 就是几个小一点 就是几个小一样 就是几个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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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